大家好,包子弟登基以后呢,土工中国对包子弟的个人崇拜,那是愈演愈烈啊,越难越荒唐 包子弟头十年当皇上的时候,每次搞这个个人崇拜 党内呢,都有人呵斥啊,都有人批评,然后每次批评完了以后又收敛一下 然后又比如说有习近平的语录啊,有习近平的画像啊,有习近平的著作啊 每次都收敛一下,记得老早之前说这个习近平搞了一堆的书 有人跑到王府井书店去看,说突然发现习近平的那些个摆在最醒目位置的书都撤走了 没有了,为什么呀,因为党内有人批评他呗 那个时候,不管是江哈呀,还是胡锦涛啊,还是常委里面的李克强汪洋啊 过去开会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的,或者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劝一劝 不要搞这些事情啦,个人崇拜要不得,这个以后会出麻烦的,对自己也不好 是不是,每次批评完了以后呢,都收敛一下 现在没有批评的声音了,是不是 现在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 所以我就讲啊,习近平对中国的破坏,习近平要收割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袋 这个事情,它是刚刚开始的,刚刚开始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这些个荒诞的事情 你真的,你完全可以用你的直觉判断 你预测5年或者10年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多少人头落地啊,多少扯淡的事情会出现 多少人会饿死街头啊,真的多少人会失业啊 你以为呢,你说的失业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词,就青年失业率 这个事儿是了不得的一个事情啊 你看,我们学经济学的,我们的事业就是失业呗 没工作你就登记呗,你不用登记,你都知道要失业呗 尤其是在自由社会,你一个人失业的,你没收入,没收入 你赶紧找政府,准备吃低饱啊,吃福利啊,否则你会饿死 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美国的加拿大的澳洲的德国的日本的台湾的人失业以后 他第一时间回去政府登记,回去申报,我没工作了啊 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政府马上就给你启动你的救济计划 给你一点点钱,让你过渡一下,是吧 这是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任何一个福利社会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政府的一个救济措施,否则会有时候死的啊 好远的中国没有啊,中国以前的事业教授,登记事业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登记呢,你就失业,我们如果不给你登记呢 你就没失业,所以大量的这个城市里的事业阶层啊 跑到劳动局去登记,他根本不给你登记 因为登记你就失业了,不登记你没失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也是说这种词,破口大骂 简直是不像话啊,什么就登记事业率 至于农村的那些个人,你根本就人都不算 因为你有块地嘛,你有地就不失业,从来不算的啊 所以中国的失业率只是统计城市的就业的登记情况 就这么一个简单,现在出了一个新词,就登记失业率 这些都是非常邪乎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事情背后有有有有问题的啊,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在经济这一块,与习包子的这种荒诞的行为 在较劲儿,明白吗,在较劲儿,你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呢,当你看到登记青年失业率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他们现在算出的数据是19.8% 也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说过啊,真的 一定要纠着这个词好好琢磨琢磨,什么叫登记失业率 这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大量的大学生没有工作 大量的这个农民找不到工作,都是青年呢 是不是,你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出去打工的概率很低的 真的,任何一个时代,当你开倒车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啊,我是反反复说这个话题 最可怜的人就是什么人呢 既不是小孩,也不是老人 真的,而是年轻人 年轻人是这一个国家的现实 年轻人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年轻人最大的要素条件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得有机会 年轻人如果没有机会 什么叫机会,就业就是机会啊 所以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 他在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时候 都挠挠地把这个就业率当成最重要的指标 什么税收多少啊 哎呀,什么GDP多少 这都是扯淡的词,我跟你说啊 最重要的就是就业率 有多少人上班 有多少人找到工作了 没有啊 所以年轻人没有机会是最可怕的 我做这个节目 我是希望有些年轻人 他们有时候经常给我写邮件 我就劝他们的 我说你们呢 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你年轻 是不是 你如果年轻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的困难 你麻烦了 当这个国家 这个时代出现巨大的变化的时候 第一个遭受冲击的就是年轻人 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数 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姿势 你想想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我不调整姿势的话 我一辈子相当的悲惨 贫穷孤独 然后老觉得自己是一人物 完了以后又没有机会 要么就自己把自己给气死了 要么别人把你鄙视给鄙视死了 哎呦,那个各种眼光 你又搞不出来 真是有心杀敌 无力回天 然后你就责怪命运 命运不公平 世道黑暗 错 错在你的判断 你没有感知到时代的变化 你没有感知到这个什么 你的自由选择的价值 完了以后 你就困死在一个地方 你把自己去搞得是 搞得自己是一辈子意识无常 一切的问题都在你 因为世界太博大 你其实是有选择的机会的 包括今天 还依然有选择的机会 你还是可以通过你的自由选择 那寻找新的机会 真的 所以你想想 共产党他搞出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人在跟习近平在背后里 在暗中较劲 跟你放出一个青年失业率 这么一个词 如果你是一个青年的话 你就想想 第一想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词 是不是 第二 习近平面对这个青年失业率他会怎么办 第三 你面对这个现象你怎么办 至少要想三个问题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回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词 刚才我说了 一定是有那些个经济官僚 没有啊 他们在跟这个习近平在暗中较劲 我们知道习包子他把上面的人全放光了 什么叫上面的人呢 就是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有的人 24个人全是他的人 没有一个人反对他 但是中层的 比如说央行的行长 比如说发改委 比如说商务部 比如说这个各种重要的部门 就是所谓的经济的运行的部门 还是改开牌的人 还是经济官僚 他们这些个人习惯那样工作 他们会跟习包子有一个暗中较劲 你看过万里十五年 你也知道万里十五年 万里皇帝他最后是怎么失败的 他不是身边的太监跟他过不去 身边的太监没有一个反对他的 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这样 就是那些个中层的人 在那里暗中跟他较劲 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你习包子里总有三头六臂 你都搞不过他们 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个黄仁宇就用了一个词 叫夹心层 上面是一个高层顶层设计 下面是普通老百姓 乌合之中 但是中间的夹心层这个东西 你皇上是动不了的 皇上最多只能动几个太监 而且太监越多 夹心层的走力越大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种东西 你跟习包子讲没用 但是你做一个年轻人 你之后一定要回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当你意识到 中共的中层的 那些个做事情的那些个官僚 跟习包子在暗中交进的时候 你要想想 你面对青年失业率 你应该怎么想 你会试验吗 现在网上有大量这样的视频 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 我找不到工作了 我的房贷还不起了 我的车贷还不起了 我的房子停止还贷款了 然后被法院拍卖了 我找了好几个工作找不到了 全是这样的视频 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共产党 它是一个习包子的独裁社会 你说这句话 其实是给习包子抹黑 习包子这么伟大的人 你敢说你没工作 为什么这种视频 你可以随便说呢 没有人封畅 一定是中间有一阶层的人 看不下去了 再跟习包子搞较劲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想如果你试验了咋办 是不是 你一定要想想 这个时候你会要 反复的搜索信息 一定要尽快的找到工作 因为有百分之 按照共产党的官方的数据 有19.9%的青年失业率 如果你在这个19.9%里面 那你就完蛋了 那你就只有这个穷死 饿死的命呢 何况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19.9% 一定是一个被缩小的数据 因为它是土工的统计局 放出来的数据 你不能相信它 你要把它乘二 或者乘三都有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另外一个就是 习包子如果看到这样的东西 它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也是与你有关 习包子我们说过 它就是有点残留的一种 那个年代的记忆嘛 它看到这么多年轻人事业 它怎么办 上山下乡啊 是不是 干活去啊 是不是 让你去农村呢 农村是一片广阔天地啊 在那里大有作为啊 你自己想想吧 那些个真的去农村的 都是一个平寒子弟 我看来有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博士 还有北京大学的一个高考专业博士 说毕业了 主动回到乡下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你信吗 有这么傻的人吗 故意带节奏的 说明习包子真的在通过各种不同的措施 也许他不会再提这个知识信念上山下乡 他会通过另外一种路径 然后把你们这些年轻人赶到乡下去 一赶到乡下去你就完蛋了 彻底完蛋 是不是 然后如果你是个美女 你到乡下去 你就被那个村里的知书 村知书村长就给睡了 什么 跟毛泽东一样八辈子没洗澡 然后跟你睡觉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 是不是 所以你综合起来方方面面 你就看见这么一个词 中共的经济话术里面 出现了青年事业力这个词 你必须要想三个问题 想清楚以后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才能救自己 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可以救你 你必须只有自己救自己 但是你自己救自己 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辨 清晰的一个认知 否则的话 你想想你的后果 是不是年轻就那么几十年 就那么一二十年 有时候没有二十年 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学习能力 一个人的年轻的时代 可以延续到二十年到三十年 如果你没有学习能力 如果你早已经厌倦学习 我告诉你 一个人的青春时光 就是五到十年 眨眼就过去了 非常残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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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